前方這部機車加速騎在外車道 但前方殺出這輛銀色修旅車 明明是路口雙白線 還要往右切換車道 機車閃過 車上疑似有人伸出左手 結果一發不可收拾 修旅車追上前往路邊打橫 攔下機車 駕駛怒罵要騎士說清楚 年輕人也不認輸 拍手這個動作又把車主激怒 我們要找方向教練 逼什麼逼啊 有打方向的就可以出來是不是 打方向就不能出來 對啊 打方向要看有沒有車啊 騎那麼快 我騎那麼快 我騎不定你這樣我騎那麼快 你眼睛裝車主是不是 雙方在路邊大吵車主 一轉頭回車上拿了什麼東西 藏在身後的竟然疑似式 收起來的甩棍 洞口不成難道還要動手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宅貴人 我一直聽他罵啊 我問他要不要講英文 他不要啊 後方車輛拍下整個藍車 嗆聲過程 最後車主上車離開 騎士拿著影片 趕快到警局報案 疑似甩棒的物品恐嚇駕駛人 並以三字經等不雅的言語 入罵駕駛人 事件發生在11號晚間 台南市河維路上 騎士報警提告強制罪 公然侮辱跟恐嚇 警方已經鎖定車主 將他傳喚到案 釐清過程 記者在這張台南報導 記者在這張呢 記者會